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3.5年期股价ETF股票代码3450的特点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未来产的ETF雇收金经理主管欣宜 为大家分析当前市场上固定收益策略的亮点和潜在的机遇 Hello 欣宜 你好 Ruby 在当前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 你认为哪些投资产品最有潜力 在固定收益产品这一块呢 我们看好美国国债3到5年期的ETF和货币市场ETF 那首先是美国国债3到5年期的ETF 那这个3到5年的这个期限呢 我们认为它很好地提供了一个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我们也知道现在大背景是美联储会降息 那在降息的背景下美国国债就会得到资本增值 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的信用利差是在历史上处于一个非常窄的部位 那这个就是说明美国国债相比信用债来说 它的性价比是更加高一些 另外是货币市场ETF 那我们看到现在市场上的短期利率处在一个非常吸引的位置 那所以货币市场ETF对于投资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低风险的投资工具 你刚才提到美债ETF和货币市场ETF 这两种收益性产品有什么本质区别 投资者如何根据自身需求以及风险评号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货币市场ETF它的底层是一篮子定期存款和短期的债券 它的到期日是小于60天 所以对于投资人他们有闲置的资金 或者他们短期没有决定好 还在观望市场上什么样的产品更合适 那他们可以选择货币市场ETF 美债ETF它的底层是三到五年期的美国国债 它的平均的到期日大概是四到五年 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 他们看的投资期限可能要更长一些 那么相比于货币市场ETF 美债ETF在降息的背景下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本增值 最后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也是许多投资者心中的疑惑 在即将到来的减息奏器中 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投资前进会怎么样的变化 投资者应该如何调整策略以及应对这个趋势 通常我们对未来市场有几个假设 第一个就是那美联储选择不进行减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最好的投资工具是货币市场ETF 因为它会提供非常吸引的利率 同时它也不会受市场上非常大的波动的影响 那第二个情形呢 就是美联储可能会选择小幅度的减息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看好我们的美债三到五年的ETF 因为这支ETF的九期大约是在四 那假设美国美联储减息百分之一 那我们的估算是这个ETF得到的资本增值 大约是在百分之四 那么第三个情形是 那美联储需要大幅度的减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推荐我们三到五年期的美国国债 因为降息的幅度越大 美债得到的资本增值呢就会越多 非常感谢欣宜为我们提供如此深刻的见解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不仅了解了美国国债和货币基金的投资机会 还深讨了降息周期对受益策略的印象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投资者 更好的运用这两种策略 提高投资组合有更高的收益潜力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我们的美债或者货币市场ETF有兴趣 想进一步了解 欢迎到我们的网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